在圈内八五一代一度认为是太废的一代 迄今为止奖杯也没捧回来几座 如今随着新人的崛起90一代已经崛起 经过几年的大混战也迎来了大喜拍 有人一夜上位也有人一落谷底 肖战和王一博是目前的两大顶流男星 1997年生的王一博是95后的代表 而1991年生的肖战则是90后的代表 虽然如今越来越多95后的新生带窜起 90这个年龄段也是压力最大的 年近30都面临从偶像剧转型实力派 毕竟不成功就意味着被取代被抢资源 在90男星中肖战王一博顶流仍然强劲 龚军新进顶流上位 洋洋转型不成又折回流量区 理线转站影视圈调队 成衣爆红又熄火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肖战顶流中的顶流 肖战年轻30才爆火参加选秀节目燃烧吧少年 最终与X9少年团的主唱担当身份正式出道 后续就开始转型演员 不过熬了很久都没有什么好资源 2019年凭借着陈情令才爆成顶流明星 肖战的崛起是天时地利人和 后续又陆续参演《庆余年》 《狼殿下》《斗罗大陆》等古装剧 人气得到恐固 加上那件事情的影响 粉丝比其他流量粉更加死忠 爬墙的很少很少 像是今年播出的《斗罗大陆》 在刻意防暴低调宣传的情况下 网播量依然冲破57亿 几经腾讯2021年度榜单 玉谷瑶 余生请多指教两部带播剧 都是2022报款预定 第二 杨阳转型不成 2021重回流量巅峰 在肖战王一博崛起之前 杨阳 李一峰 陆寒等人 是并列的四大流量 但是 爆红后杨阳紧随 李一峰的步伐 也一头扎进了转型之列 导致耽误了好几年的人气 尤其是舞动乾坤和三生三世 电影版拉拉面 让杨阳被贴上了油腻标签 还好今年杨阳又凭借 《你是我的荣耀》杀了回来 重新坐稳了顶流的位置 接下来还有《且是天下》特战荣耀 第三 诚意 热剧爆红却又熄火 粉丝都说有种逆袭叫诚意 十年的时间把配角熬成了主角 2011年开始 就在唐宫美人天下跑龙套了 今年终于凭借琉璃爆红 不少粉丝都认为 是经纪公司欢瑞耽误了诚意 幸好在30年这一年 终于大红大紫 成为欢瑞继任佳伦之后力捧的一哥 不过之后因为拆CP太过分 导致路人员下降 爆红后播出的长安诺 宇军歌收视表现不如预期 所以感觉有点熄火的迹象 他目前的状态无法被称作顶流 依然靠着琉璃的热度 和经纪公司欢瑞绑得死死的 不断演孤偶转型不易 第四 邓伦爆红无事业心 邓伦2012年出演花飞花 雾飞舞 正式进入演艺圈 到2017年迎来事业高峰 当男主的《因为遇见你》创造高收视 楚桥转演的肖册狂吸粉 2018年的《香蜜沉沉静如霜》 该剧将邓伦推向一线 不过之后邓伦的脚步明显慢下来 接戏频率不高 而且录制了很多综艺 被潮成为了综艺咖 不过目前看来邓伦是有想走之不走亮的 接下来期待夜旅人吧 第五 李倩 转战电影圈人气掉队 李倩其实算是大气晚成的演员 2019年凭着亲爱的热爱的大爆火之前 他唯一一部比较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和神》 李倩的演技还是很被认可的 爆红之后李倩也是一头扎进了转型 其本人也不太喜欢太过被关注 目前接到的本子质量都不错 就是运气不太好 很被看好的人生若只如初见 一直没叮当 导致有点青黄不接 李倩更想往实力派电影演员发展 目前正在和易阳千禧合作拍摄 楼叶导演的新作《三个字》 可见李倩已经很明确要转型电影演员了 第六 龚俊 新一代顶流扎根骨偶 2021最受瞩目的新剧男神非龚俊莫属 凭着古装单改剧山和令 从小透明演员爆成顶流 在这之前他已经演过不下十部的电视剧 始终在填宠网剧圈打转 颜值虽高但没有让人记住的角色 龚俊于2015年才正式出道算是非常晚的 但幸好熬了六年就熬出头 大爆火之后龚俊立刻接下古装剧《安乐传》 合作顶级流量女星迪勒巴 不过接下来龚俊的本子也大多都是古偶 还有大IP狐妖小红娘 这也无可厚非 刚刚爆红是需要继续稳定咖位的 第七 白静婷 非流量的舒适区 白静婷的出道路很特别 她不是科班出身演员 也没有签约经纪公司 就一个人在演艺圈单干 幸运的是她很快就被看见 凭借匆匆那年夏至未至的 校演男神形象深入人心 虽然都是配角 却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再加上加盟综艺节目《明星大侦探》 在节目中聪明机智 万梗齐发为她收刮大批粉丝 因而从小透明演员成为人气明星 但是这个流量是第二梯队的 相对一个很舒适的区域 不会被过度关注枪打出头鸟 而且片酬也不少 白静婷出道以来很少演流量剧 古装剧天圣长歌 职场剧平凡的荣耀 是高评价的质感剧 今年又以 你是我的城池银垒 再次圈粉无数 她演起戏来没有任何偶像包袱 而且涉略的题材广泛 第九胡一天 资源不断却上不了位 胡一天是网红转型的演员 担任男一号的首部剧 至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就爆红 此后资源就没有间断过 先后主演了古装剧 爵士双交民国奇叹 小风暴之时间的玫瑰 其中民国探案剧 民国奇叹有水花 在刚爆红时 胡一天却闹出了夜会门事件 被网红爆料聊天录音 因而青春校园男神的人设净毁 虽然之后依旧是主演资源不断 但是人气好像就停留在小美好的巅峰了 第九黄锦瑜 硬汉小生逃不安 黄锦瑜的经历 是90后男性中很特别的一位 他不是科班演员出身 在进入演艺圈之前做过很多工作 像是烤肉电烧探员 电台的电话编辑等 后来由于个子高和外形俊朗 经过朋友介绍成为了模特 并于2016年主演网络单美剧上瘾 而步入演艺圈 这部变奥剧可以说是 之后单改剧崛起的前锋 黄锦瑜真的是非常幸运的 非常规的出道路线 让他第一部剧就爆红 并且凭借着硬汉小生的形象 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和他同类型的男演员少之又少 多次在影视剧里演警察特警 像是破冰行动 爱上特种兵等等 被称为是在娱乐圈服兵役的男人 黄锦瑜虽然不是一线流量 但人气稳 戏始终没停过 只是现在有点被定型了 第十金翰新进古装丑男 金翰应该算是自会虔诚吧 他和赵令合作古装剧 楚桥传而结缘 后续被赵令提拔 共同主演了 你和我的清晨时光从而灿红 虽然不是大众审美的第一眼帅哥 但当时也算是炙手可热的新一代小生 和黄锦瑜一样走硬汉小生路线 在赵令跟经纪人黄斌分手之后 金翰选择跟黄斌出走 后来主演《没有秘密的你》 赫丽华婷 主演的剧资源也是不断 但就是再没有什么有水花的作品 今年和女友张芷熙闹出劈腿疑云 张芷熙在微博发文爆料金翰劈腿 不久后又发文澄清一场误会 整件事情像个笑话 金翰被骂渣男 张芷熙被说精神状况有问题 两人的观众员被自己摆光光 今年结束不久的金翰主演的军九龄 让他成为了新进古装丑男 如今整个资源都往下降了好几集 好了今天的盘点就是这样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 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 用我们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